百樂與草猛 首先要在這裏多謝各位收睇音樂馬房和百樂與草猛 有些朋友用了我們QR Code 之後 其實未能夠正式過數 所以在這裏亦再和大家講一次怎樣用 首先當然要掃描這個二維碼 你會進入一個板面 這個板面裏你首先要輸入金額 可以留言給我們 以及選擇你的付費方式 如果你是選擇轉數快或是Alipay 你首先要走出去 在你自己相應手機的APP上過了數 然後再回到可以付款 如果是Pay Me就簡單點了 直接按這條link就可以了 最簡單的是用Visa 你可以直接按付款 然後按著指示輸入資料就可以了 在這裏再一次多謝你們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很重要 無論看多或少 我們都這麼多謝你們 請繼續收看 上期預告 聰明姐店 最開心這集 很久沒有跟聰明姐 在這裏再拍攝 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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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期說過選馬王 浪漫勇士和金槍60 我們各自都發表了看法 那你又 我喜歡金槍 我喜歡金槍 你的取向是哪裏 你覺得他哪裏 更厲害 還是他的賽車水準更加可靠 我喜歡他 我覺得他今季有很多戲劇 很厲害 馬王 十幾場 一下子跌了 全世界 不要說全世界 全香港 有很多人都在說 這隻馬不行了 什麼 什麼 又上來 有些人覺得 不是馬上來 是騎士的狀態 在那裏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今季這隻馬都是經歷了一些drama 是 這是很重要的 你又令我想起 美國一代馬王 我經常提到那隻CVS 他試過 跑到 低了 四隻腳都低了 四隻 四隻都綁了帶 但是 跑到下 就低了 那就輸了 但是 他加上騎士 也是低的 走不到 走不到 要人抬上馬 那騎士 Rap Pauli 堅持要騎那場馬 馬復出 奇蹟地好 可以復出 跑那場 Santa Anita 那場大賽 騎士堅持要去 那個練馬師 和馬主 不想被騎士騎 不是說怕馬輸 也覺得騎士太危險 太危險了 他們很favor 騎士 那個騎士 合作了那麼久 他仍然是給騎士決定 但是騎士堅持 但是他們很擔心 他不是擔心 輸贏那場馬 他們不是很擔心 威都威都盡力了 只不過是 他真的擔心騎士 震上了 結果那場 Santa Anita的大賽 都贏了 那是否真的非常之傳奇 就是好像你說 很戲劇性 這些是正式的 就是背他回來的 因為那些是斃的 對 真的背他回來 對 馬很厲害 那場大賽 事後 有很多傳言 因為跑第二 是銅馬房的 銅馬主 真的 當然是說 要就他 有陰無 對 但是 劍光火石之間 你以為說要讓他讓到 是 讓你也要有這個實力 你沒有那麼實力 你還有很多其他對手 是啊 我就不覺得是讓 一代馬王的確是一代馬王 金槍六十 我也希望他算了 但浪漫有事不正確,都是對的 三個都一致是金槍 金槍支持者 大家不經不覺,又看法樂草蜂,又看第二季,兩季,又殺科 如果看了這麼久,看到驗,下季我們就換了 我們就是驗慣了,驗了很久 老實說,下季驗步驟我都未想,會否拍都未知道 至少到今天,未想 但我知道音樂馬房一定會繼續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音樂馬房的大計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朋友沒有看音樂馬房的節目 但不要緊,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節目,每集中都有一個部分訪問 訪問,要是馬圈的人,要是音樂圈的人 另外,有一部分是唱歌,有時是我唱,有時是嘉賓唱歌 另外,還有一部分是草蜂哥幫忙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音樂馬房的女團戰 就是我們會選一匹我們喜歡的馬,就是 算了一點馬屏的部分 但這三個部分都是放在一集的 明年我想將兩個部分分成兩個節目 都希望重新去 因為我發覺,我們的節目內容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所以我又覺得,如果一集裡面放進去 好像有點浪費 那我就想每一個部分都繼續再精進一點去做 所以為什麼要分開做兩個program就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將會 音樂馬房的節目就是一分為二 一個就是講賽馬 一個就是做音樂的 純粹就是講音樂 音樂,訪問等等 就是一些清淡的節目 但是就會用音樂去維繫住 兩個節目都會在音樂馬房的頻道出現 但是就會變成好像兩個節目那樣 那有沒有想定的名字 講賽馬的叫什麼名字 講音樂的叫什麼名字 暫時未想到 但都會分開兩個名字 分開兩個名字 但是都是音樂馬房的東西 就是音樂馬房其實是一個頻度 我其實不是很搞得清楚 是一個頻度來的 就是好像 我當作是一個節目 舉個例子 現在的節目都真的叫做音樂馬房 就是好像 迎跑台下面有唱馬在線 有排位送飯 有白樂醜碼 明白明白 那你 做了兩季 兩季 做了兩季 這個網上的主持 主播 那你對這個網上的前景看不看好呢 我覺得挺看好的 我覺得現在越多人 越來越容易 你要去表達你的意見 表達你的馬評 或者你的看法 那個成本越來越低 你以前可能和南都要過 你起碼說 你可能要有人想認識你 你才可以去到主流的媒體 去表達你 對 上報紙或者上電視 對 對 阿叻姐說得很對 以前就是聽阿彪叔 錯誘結果 其他人就沒有機會發聲 或者表達出來 現在有個頻道 無論你罵得對 讚也好 彈也好 那些馬迷 多數馬迷 他們可以有機會表達出來 是啊 我覺得很好 而且現在Youtube還有一件事 就是 例如 好了 你看完我們三個人 在講我們的想法之後 其實有很多觀眾 有自己的看法 都可以在留言 和我們交流 但是我又見到有些觀眾 就說我們刪留言 我就真的不會刪 你有沒有刪 有試過有一個留言 太多粗口了 那個是我 太多器官了 我就刪了它 那我又沒有刪過 那些觀眾又說我刪 後來就有 其實我根本是不懂得刪 我也不懂操作 那些 連開都不懂得刪 那些 但是有些觀眾又說 不是你刪 是Youtube刪 你是Youtuber會刪 會的 如果 假設有個觀眾A 他放了一個留言出來 觀眾B 覺得他是違反了Youtube的規矩 觀眾B去投訴 A 就有機會 那個留言會被刪除 這麼厲害 有機會 但不是一定的 當中可能包括一些仇恨 要不實 關於毒品 淫邪 各類的事情 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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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他覺得你是仇恨言論 類似是這樣的 所以有人覺得這個留言有問題 可能我們作為頻道的管理員 我們沒有刪除 他不高興 他就投訴 是有機會被刪除的 這樣很容易 我是不是都 罵我們的 我是這樣投訴 就刪除了 因為你投訴 你要選擇 什麼原因 你選擇什麼原因之後 Youtube會審查一下 對 對 你不可以冤枉他 對 我想 如果不是這樣 就很容易 因為我自己 我試過 我放上去 我自己留言 都不能出來 或者是刪除了 我都試過 因為你可能是猥瑣 對 你留些什麼 猥瑣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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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通常留言 都不會太猥瑣 小猥瑣會的 做人就比較猥瑣 小猥瑣 通常都不會生你的 對 做人 真實的人 就比較猥瑣 留言 通常是假裝 就不會猥瑣 就算氣官 有時候 例如 我看不到 沒有生 都未必Youtube 因為始終都是人工智能做的 他不是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這樣監察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他無法監察 他都不會跟你自動生用 對 你說氣官都怪的 對 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文化 對 我們香港 通常 那個單字 通常是用男性的性器官 對 但是 廣州是不同的 廣州是用女性的性器官 對 很奇怪 或者去留言 那裡 那些器官 蘋果橙 士多啤梨 香蕉 那些 變成可以避免 是啊 如果是的話 如果真的有人這樣留言 其實我都覺得很可愛 我也不會生的 挺有新意 香蕉 他是西魷 是西魷 啊 人工智能 對於網上的事面 ibrating自由 純粹是表達上的自由 或者表達上的渠道 怎樣把它化為商業 這兩天是我最關注的東西 之前有說帶貨 有想過帶貨的 有馬主席問你們是否賣貨 我有想過的 但是我發覺帶貨這件事 始終在YouTube 尤其是不是一個主流 有一些媒體更加適合帶貨 例如有時在面書 有一些網頁 他們本身整個網頁就告訴我 我只是做帶貨的 然後一些觀眾過去 其實就預期是做帶貨 就是看帶貨 看你賣什麼 我覺得那些就很好 但是我們始終是想保持一個形象 我覺得突然之間要你們帶貨 好像對你的形象會有影響 不是呀 帶到國內有一個 罰他交稅都過億 如果我有資格交過億的稅 我也開心的 我想這個就是很個別的 很多人帶過 你說的例子永遠 任何圈子裡面都是 有些人會成功 但是成功你看到一個人很成功 就等於Youtube有人說 老蕭收成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這樣 但是是他而已 你很難找別人的 可能大陸有些好收得的 做一些抖音 好發的 但是始終是很少數人 但是做的 無數那麼多人 你現在看網上的頻道 都不知道 只說賽馬頻道 多到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 看不及 有時候我是不小心 Youtube自己彈出來 彈出來我不揉兩眼 彈出來我不揉兩眼 我沒有刻意去看別人的 你不要說你聽一半 你都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聽的 是啊 那這裏將會化為商業 就要靠你了 是啊 而且你剛才還有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那個問題我還沒回答 就是為什麼我不安排大貨 因為我經常覺得直播大貨是要儲一下 要慢慢儲 但是我們開始 這個節目放在音樂馬房 已經是差不多是季尾的事了 即是叫季三分之一 剩下的 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不是那麼覺得我們可以儲到一些 我們叫做種草 不是那麼容易 種到一個漂亮的草原去賣貨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算吧 簡單一些 如果各位觀眾喜歡我們 如果是喜歡看這個節目的 那就是課金給我們 雖然可能這季 你的課金就未必有些 即是你只是直接貨給我們 就不是買東西 即是沒有一件貨回來的 但是支持我們 就是一個小小的心意 有多少都不是問題的 那還有一樣想問 阿勒姐或者草曼都會說的 什麼 就暑假你們有沒有打算拍攝 暑假呢 我們 即是音樂馬房那邊 敢不敢出來抱一下 是的 我們有機會會做一個聚會 哦 有機會會做 這個不錯 是啊 但是因為之前我不舒服 我有一個煙喉嚴 所以就 都叫做休息了三兩三三個星期 煙喉嚴就是唱不到歌的 啊 我簡直呢 我種煙喉嚴那天 那把聲音很難了 一望一望那邊就是你的病容 是啊 素顏 就是為什麼呢 然後就去了看醫生 醫生給了一些 雷固醇 我吃了很多雷固醇 現在他人很腫了 我感覺到自己很腫了 我感覺到自己很腫了 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 1988年 漢城奧運 Ban Johnson 那個那個 你真的看到他出來 那些 但我在馬上我也見過一隻 就是 當年翠海遠征美國 我一看到那一隻 第一次直播 那些 就是有馬遠征 那一隻叫Sky classic 就是那一場的大宴門 我看到那一隻 哇 我一看到 整個Ban Johnson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力 我又見過一隻在澳門 就好像是報了來香港跑 我天天都見到那隻馬 因為是馬王來的 不要說什麼名字 現在連馬師也沒有了 都是因為太多雷固醇那類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現在沒有了 嗯 哇 那一天都看著他 好像這隻馬好像倒了 就是簡直是縮了少許水 嗯 我一說來香港跑 就兩天而已 嗯 我想就是變了第二隻馬 是啊 很厲害 是啊 那一類固醇會令人強壯了嗎 不是那些肌肉 是嗎 但是那些是很厲害的 我聽說很傷心的 我只知道 那個 不是所謂的 那個年馬師 他整間屋 基本上是一間藥房 是啊 我沒有去過 我聽人說 周屋都是藥 是啊 哇 黃藥師 難道是嗎 黃藥夫啊 桃花島來的 好了 那我們呢 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就 即是安排了 現在都沒有一個巨大計劃 那我們是否會不定期地出 如果有的 可以啊 是呀 可以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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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停定期地有節目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記得訂閱哦 因為訂閱了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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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提醒你的 沒錯 好啦 想在暑期見一下 聰明 就一定要訂閱啦 還有 最後一次跑碼 當然 祝各位呢 可以飆回美會 過個開心的暑假啦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今季殺科戰 希望大家都飆回美會 那百樂今次呢 是喜歡第八場的九號發財先鋒 還有第十一場的五號自強者勝 那一隻莫雷拉一隻潘頓兩個呢 都是鬥到鬥生鬥死的了 那發財先鋒那一場呢 的大宴門呢 就是潘頓的都靈太陽 那希望呢 莫雷拉呢 這場是砌低了 那等到最尾那場就決勝虎啦 那潘頓呢 就有一個自強者勝在那裡 可能呢 就莫雷拉呢 就一直呢 就是 領先一場 那到尾場那時候呢 潘頓呢 就 又贏了一場哦 那最後呢 就潘頓呢 就數片尾就贏了半場 那都有可能的啊 總之呢 今季的冠軍騎士呢 真是很不可能呢 鬥到全季的最後一場賽事呢 才有訓曉 那發財先鋒呢 其實就 大家都知道啦 就 今季的新星呢 就當然是浪漫勇士和加州星球啦 那但是呢 都靈太陽和發財先鋒呢 都曾經在經典杯呢 就壓倒這隻 浪漫勇士呢 就更加是輸給這隻 加州星球呢 就分裂二三的 那兩隻馬呢 跟著都沒有贏到的 但是兩隻馬呢 跟著都有 就是頻頻跑入位置的 所以呢 兩隻馬差不多 今次我喜歡 那些發財先鋒多過都靈太陽 一來發財先鋒是受養三磅 三磅都是有影響的 第二就是發財先鋒 預計一定的賠率會好 比都靈太陽 如此而異的 那麽機會呢 我覺得兩隻 都差不多 那到第十一場 自強者勝 那贏完兩場 千四米很輕鬆 升了一班呢 就有增情 那上次輸了 就跑第三 但是呢 可能跟那個 場地變化呢 有多少關係 這次跑回正常場地 和適應了一次第三班的捕捉 應該升價又會不同的了 所以我尾場呢 就喜歡自強者勝 百樂草蠻牙膠戰 大家知道明天是本季 最後一次賽事 當然多數都是在沙田跑的了 那暑假怎樣呢 那下季怎樣呢 那麽可能都很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變動 那些條例變動 各樣東西那些 這裏不說了 趕快說牙膠戰 那麽就這次我比較喜歡 第二場的十四號 紅海福星 那麽還有另外一隻呢 就是八場的八號 少哥兒 那麽先說一隻紅海福星 其實這隻馬呢 真是 第五班最 就是這場來講最低分的 但我就是很喜歡八道的 有些人不喜歡它是一回事 那麽就 有喜歡文家糧的 那這隻馬比較失望一點的自購馬 那你不可以再說什麼氣候 雖然說是會遲些適應 都已經跑了二十幾場 沒有得不適應的了 那麽其實這隻馬就不是說 就差到這樣 那麽試過放過回來輸兩個馬位 在一場泥地那裏 有很多路程的情況之下 就是跑過第三 第三是沒有威脅的第三 但是這次再出 那麽看看 巴道是沒有放手的 那麽他繼續騎的 那麽我覺得這些戰意很強 那麽十檔 轉了上次十檔 轉了八檔 那麽幫助不是說什麽大的 都好過那麽泰外 希望他們購買成功 我覺得這隻馬都有少少分頭的 今季贏了錢的便還回少少 輸了錢又買少少 追回少少 另外就是第八場 我喜歡那隻八號 八場八 那麽就是發完又發 那麽又是巴道 那麽就是 上次我其實介紹過這隻馬 那麽我都沒有想過 去贏六個馬位那麽恐怖 那麽無敵姿態 那麽這一次我覺得 再在這麽 這個是蔡越航想爭分都未必 就是反先到 是吧 反而是騎師那麽 那麽明天就好看 那麽 那麽麽斯那麽 那麽都很難 蔡越航都很難反先 但都是放了個陣 在那裏 盡力而為 那麽這隻馬 那麽沒什麽說的了 上次無敵姿態 跟前又可以 我都說兩套本錢 我比較喜歡那麽 那麽 上次直接放出來 贏六個馬位 可能場地有些幫助 但其實它不是軟地 上次是軟地的 正常場地 它都跑得好 那麽輕磅比較好 一千零幾十磅 雖然說升班來跑 但我覺得這隻馬 仍然是有很大的威脅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第二場 十四號 雄海復星 和第八場的八號 這個少哥兒 下季是怎樣 下季是暑假是怎樣 或者我這隻馬 就是和那麽姐說了 大家可以聽完 就是看完這個八落寵馬 就按過去看完音樂馬房 那麽姐的音樂馬房